1978年 國家實施改革開放 開始推動國企改革 並且鼓勵民企發展 兩者在四十多年間迅速發展 為國家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 在計劃經濟時期 國企原本是指國營企業 改革開放之後 就逐漸變為國有企業 國企的改革分多個階段進行 首先國家對企業實施經濟責任制 企業完成國家生產計劃後 可按市場需求生產和定價 並且保留部分利潤 1986年 國家規定國企招聘一律實行合同制 打破鐵飯碗的終身僱傭制 1991年 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 之後中小型國企組成新的股份制企業 或者是私營企業 大型國企引進境內外投資者 甚至到香港上市 1995年 政府支援大型國企改善管理水平 同時出售中小型國企 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 2003年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 負責管理國有企業 另一批特大型國企 重組部分資產在境外上市 2015年 國務院將國企分為山類 各自採取不同的治理、監管機制 以及改革方案等 民營企業 簡稱民企 包括個體戶和私營企業 改革開放初期 政府批准個體戶經營各種小型手工業 零售業、服務業等 令到個體戶數目迅速上升 上世紀90年代 政府容許民企 併構小型國企 又容許民企進入金融、科技、電訊等行業 後來政府逐步完善法律和政策 真正確立民企的地位 近年部分民企 在不同領域 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例如騰訊、阿里巴巴、 李屯點評等民企 已經成為國際知名的大型企業 然而隨著國家經濟發展 國企和民企開始互相競爭 國企在石油、電力 以及通訊等重要行業的市場份額擴大 而民營企業在有關市場的份額就出現 出現所謂的國進民退現象 不過隨著內地內需 以及外貿市場不斷增加 內地企業的發展機會與日俱增 根據美國著名商業雜誌 財富的排行榜 在1997年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 只有6間 自2020年就增加至133間 上榜企業數目超越美國的121間 在榜首十大企業中 中國更加佔其中3位 由此可見 中國企業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 對全球經濟發展愈趋重要 掃一掃 了解更多相關概念知識